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西方的同盟关系就会受到威胁 当然这不仅是只怪特朗普 而是现在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小算法 现在特朗普说出了这一样还是什么 现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态势不像一板 一轮政治风暴可能正在席卷西方国家 在刚召开的第七风会上可谓是小烟弥漫 在移民问题上 特朗普就对德国发表了批评观点 他还表示美国绝对不会像欧洲一样 同时其在移民上的政策也饱受争议 现在美国非法入境的成员以及未成年人采取单独关押的政策 此外在伊朗核协议阿里气候协定上面美国的做法 也让与新盟国的矛盾越来越深 在北约防务上的费用问题两方也久久不能得到躲善解决 为了对抗苏联才有了北约的成立 其作用也很大保持了欧洲几十年来的和平 但是在这里面美国投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现在美国人已经厌烦了这一点 他们也感觉到了力不从心 在今年7月将要召开的北约峰会上 防务费用的的分配问题肯定会有所提及 以前的规划是在2014年29个成员国的军费开支 应在GDP的2% 但是目前为止仅由8个国家达到了这个水平 美国对此是非常不满意的 甚至还警告要对付这些国家 其实美国的不满是有一定道理的 自从建立北约以来 大部分成员国一直在乘着美国的顺风车 他们将大量的资金用去建立福利项目 美国用自己那税人的去帮助他们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前任总统奥巴马就曾表示 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显然欧洲并没有将其放在心里去 自此特朗普上台后 他的作风叫以往美国总统强硬很多 显然是抱着很大的决心 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欧洲方面称 特朗普虽然做法不是很好看 但他确实说到了现在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 现在他们面对的政治 军匪排阶上的矛盾 致使双方关系比以往都要紧张 这是很危险的情况 如果西方国家一盘反杀的话 那么将会是全球现有秩序的失衡 所以采取改正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今后将会向何方发展 还要看双方能否达成某种协定